那在2022年未来的10个月中,还会有哪些好剧等着我们呢? 肖战,杨子的粉丝号召立强,也有观众缘,医生加学生爱恋剧情新颖,原小说就有很多粉,预计在湖南卫视播出,但还未确定具体播出时间,但芒果台营销推广是王者,猜测应该会在暑假,收视率高,肖战的王牌部队都播了,这部剧可别让粉丝不见,不见了。 等待太久,要不剧情真的就过时了,这几年的仙侠剧同类型比较多,而这部剧是原养子经纪公司欢瑞出品,优酷应该会同步播出,现在好似还没有上星的消息,在宣传力度和推广上效果一般,收视率和流量不一定高,所以星星少给一颗,今年的电视剧好像都不错,有古装,有仙侠,有都市,有青春偶像,有励志,还有时代剧,现在电视圈的制作,出品,逐步 走向精良,搭配也是流量加实力,满足符合现在观众的口味,实在是用心良苦,这些电视剧是你们喜欢的吗?有你们喜欢的女演员吗?如赵丽颖,杨紫,杨幂,刘亦菲,韩松韵,或者你们喜欢的男演员,胡歌,肖战,王楷,陈晓,黄仙 olin 断 arks 冬 冬 冬